线圈上的磁场如果发生变化 所产生的电磁感应而生的感应电流呢 它的大小跟方向和电磁感应的现象是有关系的 让我们用底下的动画来为您做一个介绍 介绍有关感应电流的一些相关的概念 自从厄斯特发现通有电流的导线会产生磁场后 那么磁可以生电吗 科学家们开始研究磁场产生电流的可能性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经过多年的研究 在西元1831年发现运用磁场产生电流的方法 这一划时代的发现 使得电流与磁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利用电流与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法拉第制造了人类史上的第一部发电机 每当磁棒进入或离开线圈时 简流剂的指针就会偏转 代表线圈有电流通过 但在磁棒禁止于线圈内时 简流剂的指针并无偏转 代表线圈无电流通过 法拉第发现 原先没有电流的封闭线圈 会因为线圈内的磁场发生变化而产生电流 这种因磁场发生变化而产生电流的现象 称为电磁感应 而产生的电流称为感应电流 磁铁进出线圈的速率越快 会使线圈内磁场变化速率越快 线圈内产生的感应电流越大 增加线圈的圈数 亦可使线圈内感应电流加大 若磁铁静止不动 改由线圈靠近或远离磁铁 线圈内的磁场 也会发生变化 线圈也一样会有感应电流产生 以上我们感谢汉林板电子教科书的动画说明